請問問你的問題是不是 它的甜菜根這件是根腐蝙 我們在種這種甜菜根 在台灣當然 因為這個甜菜根是一個比較冷涼的 這種天氣裡面的栽培 所以它很容易在台灣什麼時候去種 當時的糖尿時算你的糖尿症 就是說看過冬天 看冬浪漬水的佛分 應該是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天氣熱的時候 它就比較容易出現 尤其你如果是種了比較慢 稍微有一點點慢 並說你種的時間比較慢 還是說這個就是它就比較容易 來幫它刪生這個 基本上就比較容易有一個 這個 因為它可能因為這個 運動比較不適合它 所以這個根腐蝙這種 這就很容易來幫它發生 所以你原來講 它是一個很簡單說 就是很好情的一個作物 但是好情 這是什麼叫做好情 就是說 在它適合的節節天氣裡面 在它適合的節節天氣裡面 它的情當然就沒有什麼樣的節節問題 但是你要是說比較熱 這個就比較容易來幫它刪生 所以這種通常是很容易來幫它發生這個問題 為什麼有這種情形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 怎麼叫做暖氣 其實是土壤裡面的這個白煎冰 對於甜菜來說 它還是運動比較熱 它就更容易有這個白煎冰的一個情形 來幫它刪生 所以這個 會讓你看得到 看得到 就有這種的一個現象 它的菌絲會去拔在 它去拔在它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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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更容易有一個 所以這一般來說是我們 你說的這個白煎冰 白煎冰 當然它的造型是暖氣 所以我們就簡單 就在說 這可能就是這個 叫做根腐病 菌的暖氣 所以我們就叫做根腐病 為什麼它的根腐 為什麼它暖氣 這個原因是因為 這個 這個原因是因為白煎冰 所以這個 是這個情形 這其實是 如果我還要用什麼 要用什麼油 大概沒有什麼很好用的藥 這個油 是這個最好 就是說 這個蒸的這個時間 因為其實它是可以 如果這個採收起來之後 它可以更容易去保存 就是說油發導機 如果它是打散打散的這個天氣 它就很容易去保存掉 所以這應該是沒有什麼要緊 所以盡量如果是可以 找到它適合的這個財布的這個時間 這沒有其他更好的這個方法 你在中後期的時候 還有一個就是不要連做 這個東西你不要連做 這大概就都會 發動來把它閃過 所以 這大概我們剛才的這個情形是這樣 所以這由和朋友 稍微來解這個了解 雖然你是根腐 但是這是白犬病的一種的這個 這個病菌 通常是比較熱的時候 在溫度高的時候 它會比較容易來發生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讓我們注意和朋友 稍微做這個參考